吉林政协前副主席被双开现场视频曝光,1月19日晚,官方公布了中共吉林省政协前副主席王尔志,被双开的现场视频。王尔志曾长期在吉林省政协任职,在孙政凯任内被提拔为副省级。 在去年吉林长春藏生疫苗造假案,发生后被查王尔志1月14日被宣布双开。 在宣布现场王尔志表示,完全服从官方的处分决定等据通报。王尔志将公权力,沦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与亲属结成利益共同体。 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长期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私营企业主览工程,拉项目以所谓股权转让,业务佣金等合法形式,掩盖权钱交易实质,通过亲属,从中大肆收钱敛财。 对抗审查不如实说明问题,王尔志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审查起诉。 王尔志是吉林一通人曾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吉林省省职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等职务,从2008年1月,出任吉林省政协秘书长开始。 王尔志已经在吉林省政协任职,达10年2012年2月,王尔志出任吉林省政协副主席。 2013年6月,出任吉林省政协党组副书记,直至2018年1月,吉林省政协换届。 王尔志到零退休2018年8月,吉林长春长生疫苗造假案发生后不久。 一批官员被当局问责,与王尔志同职务的吉林省政协副主席李进修,被责令辞职2018年8月2。 5日王尔志落马,当时及刚刚退休8个月,王尔志落马后露媒报道,王尔志在孙政才任内被提拔为副省级。 落马前一年,曾出席了两次与医药有关的活动,引起外界的关注孙政才,2009年11月至2012年11月,主政吉林省。 而时任吉林省政协秘书长王尔志,2012年2月3日,升任省政协副主席晋升为副省级。 而当时坐在省政协会议主席台的就包括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政才报道说, 王尔志现任前一年,即2017年,曾参加了两场与医疗健康有关的活动。 中共前政治局委员,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2017年7月,已落马并在2018年5月,因收受1.7亿元,而被判处无期徒刑。